第561章 一个书 一个哭 荡晚玉林等人并没有直接远去 而是暂住在云州城歇脚 祝陈瑶作为七玄谷代表 带了一些师兄弟 在云州城设宴款待 在云州城 而不是在谷内接待 代表了七玄谷与玄天宗自然门之间的裂痕 这场接待 也算是这几家重新接触的意思 由年轻一辈尝试交流 墨雪星和薛墨也就都不合在 否则在他们面前 年轻一辈宗门交流会失了异议 薛墨在卧室里 拥着墨雪星和秦无业 软玉温香左右在怀 他依然靠在床头出神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种美色在抱的时候 他这样的表现挺少见的 墨雪星其道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啊 不管是为了习武 还是为了问道 把人的天性压抑扭曲了多少 这真的是道吗 墨雪星倒是不纠结这些 百家道不同 岂不就是因此而起 谁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怎么证明啊 比所有人都强 别人的自然就是错的 至少现在 令乌鸦 没能证明 他比薛青秋强 薛青秋也没能证明 他比令乌鸦强 而我们仅仅追在身后 也未必不能超过他们的压制 便是身后的我们 我和吴燕 依然不相为谋 层层向下 永无休止 秦无业微微一笑 没跟他争 在这件事上 他和墨雪星意见一致 薛墨叹道 不管怎么说 你们这种意识到 争道确实是比他们为了称尊 而争高端多了 就像令乌鸦 我想恨他 都提不起多少恨意来 反倒觉得有点可怜 偏偏又知道 在他眼里我们 也未尝不可怜 这真是 秦无业笑以宁地问 那玉琳呢 可见刚才薛墨和玉琳的对话 其实这俩都在偷听 玉琳根本没忘情 他那置平于地的模样 呵呵 只是嘴硬而已 可能也因为他修行没到家吧 可惜 实累之事 多半又会更加坚定了 他觉了俗愿的念头 薛墨顿了顿 又道 说起来 我倒不希望他修行到家 变成无欲无求的真道人 又或者崭秦绝育的令无牙 那都不是我喜欢的那个朋友了 喂 秦无业神色不渝 那我呢 你不喜欢是吧 你 薛墨没有直接回答 自语般低声道 东边日出 西边语 道是无情 却有情 秦无业正了一下 张嘴想说什么 却卡住了 说不出来 既然神色越来越争充 渐渐吃了 墨雪星看了他一眼 他的文艺 细胞 以及对秦无业的了解程度都不足 没法去品味 这句诗的双观性 实在不知道 秦无业在发什么呆 倒是听薛墨吟诗 他想起一件和御灵 这是有点关联的事情 正要问时 秦无业却忽然开口了 薛墨 我要教训御灵 呃 你会打死他的 不要吧 我替那位女子不值 秦无业冷冷道 凭什么 当你会问凭什么的时候 对何欢知道是否有了质疑 秦无业冷冷道 我的事 另说 薛墨叹道 教训人不一定要拳头的 用报纸啊 用你何欢宗的侵入人 心的声音 比如 薛墨顿了一下 低声音唱 如是我闻 爱本是恨的来处 天道不归路 一个书 一个哭 这回墨血星的艺术细胞 也够用了 和秦无业对视一眼 都觉得有点意思 你给我保护 我还你祝福 你英雄好汉 需要报复 可你欠我幸福 拿什么来弥补 难道爱比恨更难宽恕 祝 王妃 宽恕 略改 两个女人 都慢慢坐着了身体 秦无业眼里的复杂 无法言喻 过了好一阵子 墨血星叹了口气 我曾听袁中说起 你在吴旧寺写过一首诗 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清 是啊 那你认为何一两全呢 我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说 我自己不会去问道吧 如果非要问 我认为 欲亏天道 先修人道 所有反人性的东西 都不是真的道 墨血星正了正 取决了好几遍 大喜道 薛墨 你我果然道合 薛墨还没回答 秦无业悠悠道 你们的道早合上了 还不够严实 墨血星 秦无业靠在床头 悠悠看着天花板 低声自语 一个书 一个哭 他想起了薛墨的言语 会为你哭的人 当然是我啊 直到吹熄烛火 迷你之音悄悄响起 秦无业第一次 在做事的时候 脑子里还在反复 回荡着其他的声音 四日一早 薛墨去云州城 给玉玲等人送行 关于七玄事变之中 我玄天宗做事不理的事情 玉玲顿了顿 低声道 平道已经向助师妹 表达了歉意 这是我玉玲因私意 而错大意 同时还影响了宗门倾向 平道此番回宗 会向师尊请个说法 是该如何弥补 薛墨摆摆手 这个不用像我说的 你们正道之间的事情 旁边冷清石笑笑 那我也就不说了 因为我们谈崩了 助师妹根本不原谅我 助成瑶冷若冰霜的 站在一边 回去跟冷竹说 我七玄谷跟他没完 冷清石也不太在乎 笑道 不妨碍团体赛就行 即使妨碍团体赛 本门退出便是 助成瑶柳梅一树 就要发火 玉玲芒拦在两人中间 行了行了 不看平道博面 也看薛总管颜面 看来昨晚这几人之间 气氛差得很 当然应该理解助成瑶的 恼怒 要是没薛墨救命 他都不知道什么结局 即使如此 他也有不少亲善的师弟师妹们 死于那场变乱 仇恨难平 冷竹虽然不是罪魁祸首 甚至是当薛墨介入之后 时不易才要他参与的 对于七玄弟子的死亡 没有责任 可难免还是要备一部分锅 七玄谷没弄死冷清时 已经是看在他这口锅不算重 而且勉强算得来史的份上了 薛墨当然不会 去帮七玄谷和自然门说和 他自己和自然门都举于很深呢 早晚要开战的那种 反正不影响团体赛就行 其他的管他呢 话说回来 自然门愿意出人参加团体赛 一是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了 这个皇帝 大概比基辛元还能搞事 便也想如玉玲一样 给皇帝施个压 暗示正道各宗有可能和薛墨联手 看皇帝怎么做 二来也是因为 不想在这种小事上去惹玉玲不满 至于薛墨的颜面 他们真未必放在心里 早都形如撕破脸了 当然 这样的协作 估计会死得 有点难看 他们根本没意识到团体赛的核心精神 还以为顶级宗门参与 还不是手道擒来 到时候堂堂正道顶级宗门参加团体赛 结果一轮游的话 会是什么心情就不好说了 众人在不太融洽的气氛中 辞行 各自转身而去 玉玲满腹心事地向城东而行 还没走几步 忽然街角有悠悠歌声 轻荡而来 天道不归路 一个书 一个哭 你给我保护 我还你祝福 你英雄好汉 需要报复 可你欠我幸福 拿什么来弥补 玉玲猛驻足 雄剑有力的双手 竟然开始微微颤抖 俊朗的面容慢慢变为苍白 薛兄 我可没得罪你 他低声说着 仿佛自语 何必害我道心 薛木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道心启示 一曲可爱 真是这么脆弱的道心 那我更要早点帮你发现了 免得日后遇上什么 或新射魂的 连一息都扛不住 玉玲 薛木低声道 一曲催肝肠 可见你情在心中深藏 未曾或望 又何必 自欺欺人 玉玲慢慢伸手扶住墙边 另一手紧紧捂着心口 痘大的汗珠 滚落额头 秦无叶高高站在远处屋顶 第二章尘埃落定 是否情字写来都空洞 一笔一画 斟酌着奉送 甘愿卑微换个笑容 或沦为平庸 而你撑伞 拥我入怀中 一字一句 誓言多慎重 你眼中有柔情千种 如默默春风 冰雪也消融 萧清吾好奇地看着薛木写歌 如今薛木已经把简朴普及 给了情歌堂 他写谱用的是简朴 萧清吾看不懂 但能看懂词 相对于《红楼梦》的戏纲而言 这词自然是普通多了 颇有一种 从河道落回了练气的感觉 但挨不住这个接地气啊 萧清吾看得非常稀奇 师父你这写的什么呢 怎么感觉 像是女孩子的心思 就是女孩子的心思 你为什么这么懂啊 你不是也写过师父的心思 代入 代入懂不懂 萧清吾眨巴着眼睛 悄悄从戒指里 摸出一件衣服 想偷偷给薛木披上 薛木眼疾手快地摁住 妄想给师父穿女装 你怎么连这都知道啊 萧清吾脸色发苦 真是人们说的什么鬼策嘛 你个死浮黑懂锤子 去去去 萧清吾没去 她已经慢慢 被歌词吸引住了心神 后来谁家喜炎重逢 佳人在侧 竹影摇红 灯火前卷 映照一双儒化颜蓉 宛如豆蔻之头温柔的旧梦 对面不时 恍然间思绪翻涌 望你白衣如旧 神色几分冰冻 谁知我心惶恐 之前的默默寒情 场景突变 多年之后 再度相逢 却是在她的喜宴上 佳人在侧 不是自己 萧清吾神色也慢慢变了 那种对面不时装着 一脸冰冷淡定 实则心绪翻涌的感觉 带入想象一下 就很揪心 山门外 雪拂过白衣 又在指尖消融 赴长剑 试问江湖诺大 该何去何从 今生至此 像个笑话一样 自己都嘲讽 一厢情愿 有始无终 得 还是个江湖歌曲 萧清吾已经可以遇见到 当罗千雪轻唱此歌的时候 会惹哭多少江湖少女 这是要从男粉圈到了女粉啊 圈女粉 那不重要 千雪够红了 薛木慢慢写下歌名 我准备让千雪下一站去玄州 我的一个道姑朋友 萧清吾愕然看着歌名 嘴唇 如动了半天才道 师傅 你这是要让玄天宗的道姑 全面私伐吗 我是要让玄天宗的道士们 知道自己多渣男啊 说的你自己不渣 是的 薛木放下笔 眼睛斜斜撇了过去 萧清吾小心翼翼地倒退一步 出乎意料 薛木没骂人 也没跳脚 只是叹了口气 清吾 七悬谷的人去北边查看过车城 基本可以确定明天就到了 也就是我该回去的时候了 萧清吾心里一格登 师傅 跟我一起去玲州吧 红楼梦 我需要你一起写 这本书我一个人完成不了 我的亲卫们 文字一般 在这件事上难以发挥 而你的文字 其实比我细腻精致 携起女儿心来 也比我更近 我们一起 萧清吾也受了玩笑心思 认真到 愿意追随师傅 曾经邀他加入新月宗 惨遭拒绝 理由一套一套的 而如今只剩下理所当然的怨妇纪尾 我们搭火车 回去 火车终点 是京师 我静京有事 你也去见见你师父 警告他一句话 师父请说 要往古是朝廷宗门 听黄命的 原本古中就被渗透成了筛子 医生自己又长期在京 岂能挡住皇帝的操作 你最好让他永远留在京师 皇帝倒还不敢冒天下之大步 轻易动他 一旦回去了 会出什么事 谁都没有把握 我宁愿他 天天躲在屋里看书 不用管任何事情 也不想让我徒弟哭鼻子 萧卿无欺欺爱爱 不 不会吧 别高估所谓的德高望重 对于一个是君是父之徒 别指望他有多少底线 实际上 你知道吗 呀 整个药王谷都武力 我都已经计算在 姬无忧的势力中了 你师父 早就只是一个吉祥物 除了在朝堂上 给他天电毒以外 起不了任何关键作用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 该洗牌的时候 就没什么手软的了 你要使一道 变革 以汇集天下的理想 这便是你城市的契机 否则想靠改革 那才是做梦 萧卿无正正地看着他 师父 你还在帮我考虑这个呢 难道你自己忘了 我没忘 只是我以为 以为这个永远办不到 还是以为我只是想着调性你 薛木伸手揉乱了他的头发 真是个笨蛋 萧卿无微微偏过脑袋 藏起了眼中的泪意 孤农道 色师父 墨雪星的宗主寝室 地下密室 原本只是墨雪星的进修之所 如今多了一个树尺方圆乌黑发亮的阵法 营业立正报告 完成了 爸爸 薛木 把他抱起 这些日子辛苦 营业了 墨雪星呆立在一边 难难自语 怪不得 你的信息总是奇怪的快了好多好多 就像转瞬即答 原来真的是转瞬即答 薛木笑笑 这是我们压箱底的秘密 现在你知道了 我 墨雪星心中激荡 脱口道 你不怕我泄露秘密 我为什么要防自己的女人 薛木道 以往大阵不变 如今有了条件 遮遮掩掩掩就 说不过去了 墨雪星柔声道 你放心 七玄谷不会解析 此阵 薛木笑笑 没有回答 他相信墨雪星这样的人 说一不二 其实便是偷偷去解析了 他都不太担心 时宜是意 等到别人要达成这样的天下心罗 星月宗那时候 早就傲立世界之巅了 要防的也不过是一个机无忧而已 他一手抱着 营业 一手拉起墨雪星 低声道 带我们走走吧 这美丽的七玄谷 我们的目光落于俗世 错过了太多 墨雪星也意识到 他要走了 心中百感焦急 从一个自己警惕讨厌的妖人 到了恩人 到了自己的男人 再到师徒共事 正魔同飞 从身道心彻彻底底地落在他身上 到了此刻 连随时可以去 见面的短暂分别 都觉得揪心难过 墨雪星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在一个男人身上 栽得如此彻底 感觉灵魂都不属于自己 他终于能理解薛青秋那样的人 为什么会对一个男人言听计从 他自己现在也差不多 感觉就是他不管想要什么 自己都恨不得塞进他手里 他是有很多方面很恶劣 但同样有着世人所无的魅力 让人沉迷 当他在的时候 总觉得 不管是问道还是宗门 都没那么重要了 三人常样于夜里静谜的七旋谷 墨雪星终于还是忍不住激荡的情绪 低声开口 不管什么时候 你随时过来 七旋谷的一草一木 都属于你 第563章 晚晚的园 云州城郊外荒野 建起了一座简陋的月台 没有什么人机 只有几名六扇门捕快在巡逻 过线围观民众并不多 也只是三三两两 轨道刚刚铺成 未经正式运营 连专管部门都没有 只是一个试验期 从上到下都没对此 抱有多大的关注 就这三三两两的 还是消息比较灵通 知道今天火车要来 特意来看个新鲜的 倒是初期挺多偷鬼的 或者不当回事 随意踢断毁坏的无知者 六扇门人手根本管不过来 这就要夸奖墨雪星了 他在七旋事变之前 就安排了大量普通弟子 沿途协助扑轨 还提供了大量铁幕资源 自然也担负着 保护看守的使命 七旋之变没有影响到 这些在外工作的普通弟子 因为时不易也知道 调回这些人左右不了变局 多此一举 有七旋弟子管着 而魔门六道 知道这玩意 是薛木倡导的 也没人敢跟他捣乱 一般舞者在七旋弟子面前 哪里敢乱来 云州扑轨事宜 又稳定又效率 基本都可算是七旋谷之功 实话说 光是为了这个 七旋谷内乱的事情 薛木都会站在莫雪星一边 相比于莫雪星 石家那种相嫌想法太自私 眼界也太窄 薛木和莫雪星等人 站在月台边上 等着火车到来 营业好奇地想下轨道站着 被薛木一把拎了回来 就站这儿别动 唉 这回地点何拍了 可惜又不是橘子时节 营业眨巴着大眼睛 他都不知 薛木哪来对橘子的执着 只能以为爸爸爱吃橘子 按道回去直接种一圆橘子树 算了 这边薛木训女儿 而旁边莫雪星一直漠然无言 火车通轨是行 明明是莫雪星期待了很久的大事 可这一刻他心里只剩下留恋不舍 甚至希望火车来得更晚一点 因为车来了 他就要走了 他死死握着薛木的手 捏得薛木都感觉到了疼痛 薛木无奈放下 营业 别这样 你一个动虚者 再不注重断题 也比我猛 这是谋杀亲父啊 莫雪星深深吸了口气 略微收了力气 低声道 金钟若有变 随时喊我 你先过好气旋骨吧 伤筋动骨 百费代心的 如今火车通行 对你们的发展有好处 要把握好机会 嗯 我知道 莫雪星也是一代强者 强宗之主 并没有太久的小儿女太 而是道 沼泽万毒秘境 这些天我让人重新进去 整理了一遍 万毒宗没能尽数转移物资 其中上古兽谷堆积成山 我会让他们筛选 和你用的 届时会转交给你 此外 他顿了顿 悄悄摸出一把黑色扇子 塞进薛木手里 我让人搜寻的折扇 世上用此为兵刃的狠手 石是寻不到太好的 这把只是地级 你凑合着先用 以后再量身定制吧 薛木倒是很惊讶 近期莫雪星闲暇都跟他一起 没想到他背地里 居然还找人去搞扇子 毕竟薛木当初故意说过 给把扇子就好了 他还记在心里 说是说 先用再造 可看着他眼里卖卖的意思 分明希望薛木永远留着做个纪念 薛木默默收下 张开一看 上面是莫雪星 亲手用猪笔提的剑客 诗 十年磨一剑 双刃未曾试 这算是薛木给他的定情诗 如今双刃已试 这首诗连着扇子 一起递到他手里 如同连人带剑 整个交给了他 秦无叶站在一边 抱肩撇了撇嘴 看不出来 这个没文化的莫雪星 还会来这首暗语 这算女人天赋技能 五 气笛声游远而尽 众人都没在说什么 同时转头看向了火车来处 看着远方慢慢出现的车头 薛木眼中涌起了怀念 这冒着黑烟的车头 粗糙的无气铁皮 老牛拉破车时的速度 比已经消失了好多年的 载货绿皮车还惨淡 但在薛木眼中 只有无尽的亲切感 两个世界重叠交错的恍惚 而在莫雪星 秦无叶等人的眼里 只能感受到深深的震撼 这么长的车 看上去有十几个车厢 居然真的能奔行 不要耗用天地灵物的能量 也不要耗费人力处理 虽然初始的投资 大到不是一般势力能承受的 但怎么看都觉得物有所值 火车慢慢越过众人身边 缓缓停下 各厢车门打开 无数七旋弟子和神机们 随车人员跳了下来 全都乱跳乱笑 真的成啊 只用了六天 眨眼之间 空荡荡的粗漏月台边上 就有了四五百人 沸腾一片 第一次坐长途列车 兴气无比的七旋弟子们 激动得连自家谷主 在附近都没留意 只顾着欢呼 一名神机门人 从车头跳下 笑着对薛木行了一礼 神机门下 新办车务专堂直视 左子健见过长信侯 我们的第一次长途试行 非常成功 左直是辛苦了 薛木顾不上 左子健身上的油烟 用力和他拥抱了一下 不知行车路上 可有发现什么问题 或者什么建议 本侯正好附近解决 问题确实有的 下官会写成报告 提交门主 左子健到 下官给侯爷和墨谷主介绍一下 我们这列殷亲一号 噗 墨雪星和身后好几个长老 都忍不住笑出声 左子健莫名其妙地挠挠头 续道 除了前后车头之外 共12节车厢 每节均设40软椅 可载480人 其中有一节设为随车人员专用 此番乘客均为沿途七旋弟子 主动驶程 全路非常顺利 不负侯爷和门主的期望 具体通车如何实行 下官必须立刻回禀 朝廷 拿一个章程来 薛木心中一块大石 终于落了地 此事首次5000里长途行车 他不挂念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皇帝对立的背景下 真是随便出了个什么篓子 就很可能导致通车事宜 无限期延长 可明明准备还有许多不足 更没有丝毫经验 却依然能一次实行成功 不知该说运气好呢 还是该说 神机门这一门的挂逼 不过他也听出了 左子健没说出来的问题 都是七旋弟子事成 当然没有内外安全问题 和捣乱问题 换了普通江湖客的话 按左子健的说法 要写报告 给李英卿 应该各类状况还是挺多的 不是当众谈的时候 薛姆也没有再问 路上问就行 墨雪星试着问道 左直是休息休息 喝杯水酒 左子健摇头道 这左近荒芜 近成一念休息 眨眼一日急过 我们路上已经比预期的慢了半天 不能这样耽搁 朝廷急着等负命 为了七左某吃醉不起 墨雪星叹了口气 他也知道 左子健不会留 皇帝刚刚按谋七旋谷 混体质 有点政治敏感度的人 谁秀不出来 他左子健还在朝廷讨饭吃 哪里敢宫燃和七旋谷竹饮宴 理论上 他最不能接触的 就是薛木 不过和薛木接触的是 有他自家老大李英卿挺着 能不能和墨雪星 接触李英卿可没说过 他哪里敢冒这个险 所以大家早就知道 车来了 就是走的时候了 好了 薛木在左子健 目瞪口呆的注视中 在墨雪星脸上 轻轻一吻 墨坐而女态 如今路途便利 很快就能再会的 墨雪星不再言语 墨默看着薛木抱起营业 带着他的妹子军团 踏上了火车 其中包括祝陈瑶 以及他挑选去参加 团体赛的师弟 看着众人鱼贯上车的背影 墨雪星忽然觉得 事实很奇妙 他对薛木改观 应该就是从铺路通车提案开始 让他意识到 薛木和想象中的魔门中人 有本质区别 这该算是他们之间的 大媒之一 要不是因为观感转变 真是一个反感至极的大魔头 在面前 墨雪星的性子 即使玉石俱焚 也不会考虑尾声换取帮助 更不可能一步步被牵引着 动了真心 这一条天路开始铺设起 各种事件 让他慢慢的一路 扑进了他的心里 而恰好第一趟火车试行抵达 他随车而去 画了一个完满的圆 让这段故事暂搞终结 五 火车重新拉响了汽笛 薛木正在车窗边 冲他挥手 继而火车开动 慢慢去远 第564章 敌手 所谓通车试行 自然是包括来回的 薛木亲自坐一趟 也是试行体验 车轮合轨而行 并不颠簸 这回程近乎空车 比起马车奔行 还更快 车厢内部座椅也很舒适 整体体验很好 唯一的问题是 窗子是漏风的 木窗凋漏 近风 只从漏空之中灌进来 呼呼作响 估计是玻璃 没应用的缘故 这么搞的话 以后提速怎么办 好好玩 爸爸 营业笑得很烈 比马车稳多了 马车踮起来 能把人掀出去 在这车上 居然还能吃东西 我以后就做这个了 旁边晴乌夜随口道 那你只能云周来回了 世上还没有别的轨道 他一直在看窗外 脱塞靠在脊上 神情颇有几分小滋味 好像窗外景色 安静倒退的模样 很值得欣赏 其实这两天 他一直神思不数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薛木笑笑 其他轨道也会有的 下一步就是灵州 营业道 为什么我们灵州不扑轨 而是扑水泥呢 看着水泥路 没有这个轨道好 呃 因为我不知道是汽车先出 还是火车先出 反正铺路条件够 也就一起试试 汽车 嗯 薛木起身摸了摸 两节车厢链接处 那里居然有类似 橡胶的物体包裹 他转头问佐子健 这是何物 一种束胶 本门特别炼制而成 防滑防坡防震 都颇有效用 在本门不少作品中 应用颇广 民间倒是尚未普及 既有此胶 汽车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不知道李英卿 有没有在研究 或许还要我给他启发一下 薛木回到座位上 舒服地靠着 笑道 哎 你们神机门 是不是太奢侈了点 座椅设计 也是对作事 中间有暗机 不过空间间隔比 现代火车上宽敞多了 估计马都能跑起来 空间奢侈得很 当然了 一节车厢才40座 这些神机门人 坐车内设计的时候 真是不考虑地气啊 也许当这是有钱人专用了吧 毕竟初始投资大的离谱 后续维护管理 还很复杂 表面想来 真不像是平民能用上的东西 火车另有驾驶 左子健作为领导 正在陪薛木打疑解惑 他显然也觉得这个 就该奢侈点 听薛木的问题 也没太当回事 只是随意道 内部设计 可不是下官做的 呵呵 薛木也不深究 问道 左直是一路行来 发现了些什么问题 下官有些忧虑 普通江湖客会是什么模样 万一车内打起来 可能导致全车损毁 伤及旅客 又或者车外拦路劫匪 这些问题不可不慎 薛木摸着下巴道 还有呢 满车情况 每个时辰可行 80里 一日一夜不停 便是960里 扣除偶尔停下 补水助燃等等的时间 实实在在日行900里 比起强者奔行是不如的 但胜在持久 载或载客的价值足矣 左子健到 但是如今只是一路不停 直达云州 若是正式运行 显然需要沿途多设站点 处处停留 可能速度会大受拖累 满车时速才20公里 真是老爷车了 对于这个世界的 低级工业基础而言 还说得通 而对于神机门bug般的 科技程度来说 显然还有很大的提速余地 薛木焊手道 不要紧 将来还会提速的 沿途站点 和你们的补给站 可以坐在一起 提速的话 这窗 左子健 很是头疼 之前造车时 门内就争议很大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 薛木笑笑 还有呢 还有这么长的车 且不提钢铁 光是车轮和各处机关 节点润滑所用的油 都比得上几尊战偶所需了 这个有点头疼 我们的资源 毕竟不能太过倾斜于此 怕是规模无法扩大 否则门内都会有很大的阻力 无论是改进燃料 还是机油用度 本侯正在设法解决 薛木心情大好的笑道 至于你提的其他问题 比如 安全 呵呵 机无忧搞成房司 老子就搞铁路井和城井 他真以为天下舞者 进入他垢中 想得倒霉 左子健可 没法陪他 公然非裔皇帝 尴尬的不搭枪 心中却是十分震惊 虽然他是个搞功科的吧 可大小也是个执事 还有正经朝廷官职 对天下政治心理 也不是 没事儿的 皇帝 借着城房司的名义 建立新武力 不仅是搞经师的 还意图遍布天下成锅 这不仅仅是他掌握了一支 新武力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深远的影响 社会就业问题 正如新月宗产业盛放之后 宗门内很多普通弟子 都找到了出入 若是习武没有了跟进的机会 做娱乐夜幕后和报纸编辑等等 也都不怕没饭吃 不怕宗门会轻易裁员 而很多其他的各级势力 无论是家族还是宗派 往往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岗位不足 中高端武力就不提了 用处很大 部分还可以去参与外面的曹帮之类的帮会 混个职务 总体来说 大部分弟子们 只能一辈子在门派里永远练武 可是练武本身是创造不了价值的 只会消耗价值 天下越势稳定 战争冲突越少 过剩的门人子弟 逐渐成为了一种庞大负担 可你又不能停止招收门人 要不然好苗子从哪来 于是越发臃肿 恶性循环 就连正魔顶级宗门 都常常面临资源不足以寄养 庞大门人的问题 别家又怎能例外 其实这种社会问题 无论文武社会都是一样的 以武为尊 对应的是 唯有读书高 读书人功名不成 就成了孔一己 对社会百无一用之物 而武人习武不成 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 总之就业历来都是任何社会 需要考虑的事情 且不提其他各种就业 那比较繁杂 单论朝廷六扇门 以及各级官员的护卫 绝对是武者们的极家选择 可惜六扇门需要无举招口 审查清白 权贵护卫 那是第三下四 鹰犬狗腿 独有坎 这回的城防司组建 就引爆了很多宗派和家族的热情 既是朝廷体制 大小 是个官吏 又不像六扇门言格 又不要做人狗腿 简直太合适了 有没有 一时间 星皇举措 几乎成了明星所向 真有一种天下英雄 进入构中的感觉 再继续下去 另立一个能与六扇门 分庭抗礼的庞大集团 都没问题 而借着这些人员 与天下宗门起到的关联 就更是影响深远 无法估量 而薛木表示 创造新部门 新岗位 新就业 我比你行 岂止是铁路护卫 和车内保卫 光是沿途站点的工作者 和各种随车人员等等 都不知道提供了多少新就业 整个系统的庞大程度 绝对比城防司 只高不低 庞大几倍都有可能 而其中需求 高端武力的程度 也丝毫不比城防司少 更有趣的是 皇帝搞城防司 需要财政 掏钱养 咬牙硬掏的 未必养得了多少 而铁路系统 则有自足的可能 才是真能 自我循环的社会就业 这伏笔 显然是早就买好了的 不能怪皇帝 没提前把手往这里伸 这全新的玩意儿 朝野重视的人 真没几个 之前李英卿做实验 还被人笑过呢 左子健 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个新部门 即使不是设在六扇门下面 也必然会是夏侯敌 和李英卿的人 联手把控 而他左子健 当然是第一个 拍手称快的 因为这能让他这个 直视的全能百倍增长 也就是说 薛木一个点子 就把意气风发的皇帝 削了半截 生生 把气运 拉回了长公主那边 这个本来应该很厉害的皇帝 偏遇上薛木这种敌手 简直是见了鬼了 第565章 问道者们 回程车空 速度更快了些 预计行程大约要五天 薛木一直在车里走来走去 体验各种问题 比如没有餐车 需要乘客自备干粮 比如没有厕所 只在两边车头附近设有马桶 好歹分了下男女 薛木都不敢想象 之前七旋弟子这一路 为什么坐得那么嗨 总之他自己兴奋过去 就只剩下了槽点 更有槽点的是 左子健的汇报中 居然没提到这一点 一个全新的东西 要搞得像样起来 路漫漫骑修远兮 除了他走来走去 别人都在静坐练功 别看营业好动 所有舞者其实都一样的 没事干的时候 盘膝一坐 几天都可以不动一下 这种行程 对他们毫无压力 而萧青舞 已经开始对着薛木的 戏刚尝试写 《红楼梦》了 他一个人 躲在一节空车厢里 咬着笔杆子 一字一句的斟酌 看那种速度 怕是五天行程下去 第一个章节都写不完 薛木也跑来一起参与 师徒俩并肩坐在一起 讨论研究 脑袋凑得很近很近 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 顾将真是隐去 而戒通灵说 此书顾曰真是隐 我虽不学无闻 又何妨用甲语村言敷衍出来 亦可使规格招传 顾曰甲语村 玩文字玩到这个程度 萧青舞是实在佩服无比 他转头 看着薛木认真撰写的样子 眼里渐渐有些迷蒙 薛木也转头看他 两人演播一对 又各自荡开 垂手看稿 很明显 这两人合作的马字速度 反而拖累了 女徒弟身上的幽香 淡淡 秀在心中星园一马 男师傅 近距离凑在身边 小丫头小鹿乱撞 师傅 你到底是来写文的 还是来调戏我的 萧青舞 终于忍不住娜娜的问 女徒慢慢 百无聊赖 当然是吊 哦 是写文的 那你 左手在蹭哪里 不就是妖吗 你还有其他地方 我都摸过了他 萧青舞红了脸 那时候真被他摸过 如今想来 那是了无声去的心情 真是连自己都理解不了 那时候 你还不是我师父 不是师父都能摸 师父 不是更应该吗 难道你没听过一句话 什么话 要想学的会 先跟师父 最后一个字 还没说出来 萧青舞就自我领悟了 直接一笔扎在他手背上 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话 薛木也不得寸进尺 一副被扎痛了的样子 一溜烟跑了 萧青舞恼怒地 看着他的背影 看着看着 眼里 却不知不觉地略过一丝笑意 萧青舞知道自己的 必是宅女味 并没有好太多 这种时候 自己独自躲在一节车厢 就是明正 其实若是世上没了他 依然 了无声去 这人生有了趣意 只是因为有了他 他垂下禽手 轻颠带笔 慢慢地在稿中写了下去 自己受了他语录智慧 我并无此水可还 他若下世为人 我也同去走一遭 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 还他 也还得过了 那边薛木 窜出这节车厢 却迎面看见了秦无业 他没练功 而是站在窗前默默地 看着窗外景色飞退 眼中很是诗神 像在想试 又像是在放空 听见薛木窜过来的脚步声 他低声开口 如今 营业在侧 今师 你也有布局 不需要我长期跟在 一边 我打算先回何欢宗一趟 薛木正了正 此一来的突兀 之前 他在七玄谷百无聊赖都没说 要先走 这回身在半路了 反倒迫不及待要走 我心中有大祸难解 关系到何欢宗千载之道 必须立刻回去 好好查阅一下经典 与我师门长辈共论此道 秦无业转回头 冲他微微一笑 无业终究是问道者 繁俗的很多事情 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上心 你我那一年之约 虽然算是在重视宗门改革发展 不如说更重视和你的双修所得 我说了 始终是我在占你的便宜 谁占便宜 谁说得轻啊 薛木从后面揽住他的腰 笑道 车咕噜话一直重复 只能证明 你在遮掩一些什么 就你呢 秦无业也不否认 侧头在他脸颊上轻轻一拙 行了 有缘再会 话音未落 倩影已经消失在窗外 眨眼不见 所谓交通工具 在这些人面前 真是有等于无 薛木看着既然长空 心中沉吟 有缘再会 这话很有意味啊 都这关系了 再会还需要缘 恐怕这真是秦无业道之节点 命运分岔之途 走向哪一条路 会是完全不同的结局 他自己也不敢给出嘶吼定论 只能说一句随缘 营业一摇三晃的夺了过来 薛木从窗外收回目光 蹲下身去 把他抱起 原来你也是假修炼 爸爸 营业的小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仿佛 灵敌时的三无 道征 有时候只是权争 或利益之争的遮羞布 而有时候不是 当道的分歧 进入关键节点时 世上没有任何利益可以左右 你要留心和欢踪于你 全面决裂的可能性 至于吗 这是真的 爸爸 历史上无数的血流成河 可未必都严厉 小丫头 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 让我很不习惯 营业认真道 因为我也是 问道者 完全看不出来 营业伸着胖乎乎的小手 去揪薛木的脸 往两边一扯 我真的是问道者 妇女俩 你眼看我眼 薛木艰难的抽了抽鼻子 陈瑶那里有七玄 特产七国府 你吃了吗 营业通的跳了下来 转身就想跑 薛木伸手揪住他的后领 神特么问道者 营业上下捂着手臂 我不是我不是 好了 这不是何欢之道 我们的冲突 而是吴业开始质疑己道 薛木松开他的领子 淡淡道 纵欲而无情 什么狗屁的道理 若这玩意儿 能何道 才是真见了鬼 如果此番要流血 只会是一场何欢宗的永夜 营业其道 你这么信得过秦吴业 真不担心 他坚定宗门信念 而与你决裂 薛木转头 看着蓝天白云 好久好久才到 我相信 第五百六十六章 久违的剑 陪陪徒弟写说 陪陪女儿 扯淡 陪陪叶孤颖 驻沉瑶卓轻轻 在不同车厢偷情 对于在现代 可以憋死 个人的五六天旅途 对于薛木 也只是一晃即过 踏足京师地面 庞大的妹子旅行团 就地分散 叶孤颖告辞回了吴恒岛 此前号称吴恒岛 驻灵州代表 只是薛木自己封的 实际上 人家吴恒岛内部 压根没说过呢 叶孤颖还是宗门高层 重要堂口的负责人 这么长期在外 当然是不行的 他必须回去一趟 交接封忧堂的职权 以宗门长老代表身份 正式住进灵州 驻辰瑶 带着几个七玄谷门人 去了京师七玄谷住点 那位代表七玄谷 庆贺皇帝的管事 早在听说七玄谷 拨乱反正之后 就超细软 跑路了 目前的京师住点 没有负责人 一团乱 驻辰瑶必须入住清洗 换上自己人 这也是 他跟来京师的任务之一 萧清吴直接去找 自家师傅陈前真 去转达薛木的警示 薛木身边 忽然就只剩下 卓清清和营业 标准的妻女搭配 携手走在京师街上的时候 卓清清还忍不住叹了一句 狐狸精师一天比一天多了 薛木道 所以 你故意把小萧改成了阿清 卓清清悠悠道 小萧那种指向性 明确无比的名字 配上那种剧情 你们师徒俩在天下人面前 还要点脸 不要了 那丫头糊涂也就罢了 亏你平时算计精明 这种时候 居然胡了眼 至于阿清 就假公济司一回怎么了 反正改什么 不是改 薛木陪笑道 好好好 清清夫人查缺不漏 正本清源 公莫大焉 卓清清当然是 有点小小归院的 从来都是自己陪伴左右 而这回却长留云州城主持工作 他身边都被狐狸精占满了 整个云州之行 他都没待在薛木身边几天 当然他也知道 这其实是受着重任的表现 云州城才是这次主持的总部 无论是事前组织派遣六道 操纵报纸舆论 还是事后遣散魔门 建立云州艺术团和粉丝会 以及各种和精师的新罗传递 都是他居中操持 全权代表了薛木 这世上除了他 能够这样全权代表薛木做事的 还真没别人了 就连薛清秋都未必能替代他的用途 某种意义上薛木的势力 超越了薛清秋本身 至少夏侯迪木建立那边 未必肯听薛清秋的 反而会听卓清清的意思 谁都知道 他卓清清是真正的薛木身边大管家 要知道以前云州分舵主颜云 名义上和他同级 实际上压得他跟个虾米一样 云州分舵随便从精师调人 他都没点脾气 这回可是扬眉吐气 颜云在他面前反而变得点头哈腰 尊敬无比 现在哪有谁敢在他面前拿大 所以 虽是有那么少许辛苦 少许归院 更多的倒是 扬眉吐气 意气风发的感觉 当初在京师毅然决定 抛弃这个破烂分舵主之职 跟在薛木身边 果然是不会错的 谁不希望实现自身更高的价值 见薛木有些 因为冷落了他 而陪笑致歉的样子 卓清清更是什么小怨言都没了 牵着他的手 低声道 清清只是公子的亲位而已 此时宗主不知是否尚在京师 罕夫人被他听了去 清清可担不起 清秋应该不在京了 李公公回了京 清秋和小禅自有宗门事务 要忙 我们在夜县建山门也是大事 如今应该也是热火朝天之时 岂能长流 薛木说着 心中也有些发虚 这母女相认的结局 不知道什么情况 她的狼子野心 这回是全暴露了 说不定刘婉希都会气得不跟她说话 一边头疼着 一边就见到街头一处衙门 门口广场 人山人海 正在围观什么的样子 营业一溜烟钻了进去 片刻后 钻了回来 成房司报名初选 我还看到了灵州的熟 面孔 应该的 人往高处走吗 别太小借 薛木一本正经道 记住这些灵州人的出身 将来咱们的好事 没他家族的范儿了 爸爸你刚刚才说别太小借 有吗 你听错了 反正我记不住 卓轻轻笑道 不用咱们见 长公主记着呢 薛木也笑 说穿了城房司 是从六扇门手头奋全 眼下的名物 只是城房 将来寻城和治安等等 还不知道会不会日渐蚕食过去 简直是六扇门大敌 就算夏侯敌 不是会报复底下的人 六扇门的其他人可不好说 小本门记着呢 走吧 先回记者站歇脚 薛木抱起营业 连看都不去看那边热火朝天的报名 转身就往圆板花院 现在的记者站方向 而去 卓轻轻跟在身边笑 公子说是来京师办正事的 这样子 明明是急着见谁了 薛木嘴硬道 我们进城谁都知道了 正事 他们自然会来找我 不急于一时 其实谁都知道 这会儿 薛木心中真没心思去考虑正事了 这些天在车上 失去了实时联络的优势 他能猜出 薛青秋月小禅 可能另有宗门钥匙离开 却不知道木剑里走了 没有 木剑里进京 是打算找找灭情道的下落的 案里 可不会待几天就走 也就是说 不出意外的话 此刻的记者站里 多半还有木剑里 不知阔别半年 他变化了多少 到了记者站 圆板花院大花厅 已经被改成了 记者站前厅 有几个新月宗妹子 在前台作班 可以看见 有三三两两的文人前来投稿 都由前台妹子收下 另有办事问路的 妹子们 客气地指引他们分别 该去哪边 这看上去 一天天的越发专业了 这可不是薛木出的指示 他的安排没到这么细致 而是妹子们 在长期工作之中 做出的自我总结和改变 是自然进化方向 见到薛木一行 妹子们都非常惊喜 琪琪站起身来 总管您好久没来了 大家想死你了 薛木瀑布汗 咱现在是记者站 不是百花院了呀 姑娘们 什么什么 公子 来了 罗千雪熟悉的声音 飞奔来 一下就扎进了薛木怀里 蹭啊蹭 公子 我想你 好了好了 名扬天下的大歌星了 不怕别人看了 笑话 薛木把他扶正 转头看看 果然看见了几个 投稿文人如丧考笔的神情 罗千雪有些不好意思的 吐吐舌头 拉着薛木的衣袖道 剑里 在后面竹林雾剑 他 剑你一定开心 话音未落 就看见薛木的目光 凝住在长廊尽头 那一袭似血的白衣 一柄如红的长剑 狼边柱下 家人如玉 轻力如霜 见他看过来 唇角微微勾起了甜甜的弧度 就像是剑舟的撂翘雪峰 骤然化开 站起了明媚的飞光 第567章 私事与公事 许久不见 你还好吗 卓青青罗千雪 都没去打扰薛木 与木剑里的久别重逢 两人牵手 漫步在后院竹林 默默走了好一阵子 木剑里才轻轻地开口 问了这么一句 薛木没有回答 只是转头看着他的侧脸 依然是白皙如玉的肌肤 吹弹可破 雪山的风霜 不仅没有磨错了他的光滑 反而因为重逢 而戴上了些许红润 眼里压着些兴奋的喜悦 说出的话 却还是那么一板一眼 薛木最喜欢看他这种 一板一眼的剑客 素脸样 就像那时候说 即使荒谬 在下 会尽力去信 逗得他笑了半天 实在不知这算一板一眼呢 还是算呆萌娇憨 尤为动人心弦 你 干嘛一直看着我 木剑里的面颊 越变越红 声音越来越小声 真是的 还想和他像的剑客一样 认真地互道别情 多有江湖儿女重逢的感觉啊 又或者是两方领袖 庄严的对话也行的呀 怎么就直接是 这副灯徒子的模样了吗 我何止看你 薛木终于说话了 我还要啃你 哎 木剑里还没来得及反对一下 就被他紧紧拥在怀里 用力地吻上了他的唇 木剑里的反对声 都变成了呜呜声 竟然很快软了下去 轻分弹口 威闭眼帘 什么江湖什么剑客 什么七七八八的 尽数飞到了九霄云外 只剩下心中汹涌的思念 被他一牵引 便肆无忌惮地蔓延 又如火山一样 剧烈地喷发出来 他用力反搂过去 紧紧抱住他的腰 回应得越发激烈 不知过了多久 木剑里浑身无力地 瘫软在他的怀里 脸颊上 带着醉酒般的涂红 呼吸凌乱地不成体系 两人就随意靠坐在竹林阴影下 相拥着温存 薛木 我好想你 他喃喃说着 就连日常练剑都没了心思 他们都说 从来没见过 天天想男人的问剑宗主 怎么 他们要造反 哪有 问剑宗现在情况很好呢 再也不是那样一团乱了 他们也感谢你的 不乱就好 就怕他们欺负我家剑里 才不会 薛木才懒得管 别人感谢不感谢呢 只是随口接个话题而已 怀疑中家人娇憨喜人 他乃来的心思 管别人 本以为做了这么久的 宗主 木剑里 多少也会有些变化 可不料真是完全没变 依然和当年 江湖上一模一样 你还记得这里吗 薛木随手指着竹林深处 依稀露出的眼角的痕迹 当初你来这里 找青秋拜见 我就坐在旁边看你 除去入狱不算 那时候算是你我第一次正式见面 木剑里娜娜道 不好意思 那时候我 压根没看你一眼 胡说 没有没有 那是要罚的 薛木伸手去喝他的痒 木剑里哥哥笑着 缩在他怀里扭动 有啦有啦 那时候想 这个男人肯定是大坏蛋 嗯 剑里见心无瑕 看得很准 才不准 木剑里喃喃道 不管别人怎么说 剑里心中薛木就是最好的 薛木心中柔软 也不说话了 只是轻轻拥着他 感受着竹林的静谜 这次来惊 说是说来找 灭情道下落了 但我知道六扇门都找不到 我们也未必找得到 说不定他们早都不在惊了 木剑里小声道 其实我就是来等你的 我知道你快要回来了 薛木忍不住笑 原来我家剑里也是会假公祭司的 才不是 木剑里缩在他怀里嘟囊 人家只是太想你了 薛木又忍不住端起他的下巴 吻了下去 正当两人 情谊绵绵绵 差点就要在竹林里来一发的时候 罗千雪匆匆跑了进来 公子公子 两人在缠绵中惊醒 木剑里手忙脚乱地收拾凌乱的衣精 和半解的腰带 看得 罗千雪扑斥一声 忍不住笑 我的好剑脸 给我看看 有什么吗 去 木剑里通红着脸颊 就你没脸没皮 薛木道 是有人来访 罗千雪笑嘻嘻道 你也知道会有人来访啊 长公主和李门主连妹而来 公子 你这种大忙人 想要偷情 还是等晚上吧 木剑里脑袋都吹到膝盖弯里去了 会客厅里 卓青青带着有趣的笑容 泡着功夫茶 旁边是端着一本正经的薛木 对面是瞪着眼睛的夏侯迪 侧面是面红耳赤的木剑里 李英卿正经微作 目不邪视 别说李英卿这种过来人 换个瞎子 坐在这儿 都感受得到夏侯迪浓浓的怨念 和修罗场的滋味 回来第一时间 去和木剑里 你浓我浓 把本公主放哪儿了 本公主好歹跟你还有证实 要说的好不好 话都不需要说出口 从她瞪视的眼神里 就已经展露无遗 薛木直听听地做了好一阵子 好不容易等到卓青青泡好茶 小心地端了一杯放在夏侯迪面前 眼睛瞪太大会干涩的 喝点茶不补水 卓青青忍不住笑出声 夏侯迪实在拿他没办法 他也知道 薛木和木剑里阔别已久 可以理解那种急于相见的心情 他叹了口气 抿了口茶道 陈房司的事你知道了 知道 一件小事而已 小事 我已经跟左直视提了 想必左直视跟李门主说过 夏侯迪目视李英卿 李英卿点了点头 轨道各处站点巡逻 以及车上的安全保障 都必须有一批强势的武力 这是谁也驳不了的新部门 而且如果运营得当 或者无需朝廷财政 可以自足 甚至能为财政增收 朝野上下只会较好 可比较花钱养的城房司 优势大多了 夏侯迪陈鹰片刻 具体通车怎么做 可有设想 首先建立专职的交通部 有了专司负责 才能让这件事普遍天下 而不是一家一路的事情 而此部门需要做好各项规划 比如严格制定行程时间 避免抢到 也要组织地方机构建立 各地站点 可以托朝廷原有的驿站 扩展改建 可以把原有驿站职能合并进去 薛木站着茶水 在桌上写写画画 慢慢解释构想 第二 分为货运与客运 客运可以按照规划的时间 靠站 各地站点售票检票 而货运 由专司负责 下设物流司 与各家商务沟通而行 第三 各地支县 可与各家宗门合作分股 比如云州县 便是六扇门神机门 以及七旋谷 共同合作负责 既可以使地方运营得到保障 也可以使各家的协作越发紧密 包括路站防护和车内防护 都可以启用各大宗门弟子领衔 下面在招人员 各大宗门与朝廷 便有了一条相交线 薛木洋洋洒洒 连着说了十几条参考意见 从大处到小处 详细无比 夏侯迪和李英卿 越听越是惊愕 只有一条实行的路 薛木想到的 已经不仅是铁路通车事宜本身了 还想到了天下实力格局的交流 以及各种营收措施和管理措施 这是一个超级庞大的系统 在是扑轨之时 有谁能想到这么远的格局 早前所有人想到的 最多不过是驢车变成马车的区别 只不过是山道变成关道的区别而已 谁知道竟是天下格局之变 这不知是超越了多久的眼界见识 根本不属于此事 夏侯迪深深吸了口气 由衷地请教道 这么庞大的一个体系 很难下设在六扇门或者神机门下 肯定是另立大部门 这部门首脑非常重要 万一被陛下占据 你可有什么想法 薛木微微一笑 这么重要的事 当然必须由皇家亲自控管 还得有一个顶级强者坐镇中枢 才能上下福音对不对 恰好皇家有一位洞虚强者 因为犯了过错 已经丢了执司 他又是对太后负责的 等若让太后亲手抓 夏侯迪和李应青 神色古怪 无比 齐声道 喂 你这有点过分诶 是不是要叫星月交通部 薛木道 别急别急 这么大的系统 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吗 当然要有具体负责的左右 是狼吗 比如站点系统的政务负责 安全系统的武力负责 以及技术负责 只要都有猛人 各自牵制 你们还怕 谁能一手遮天 夏侯迪奇道 你又有什么鬼主意 技术方面 当然是神机门出人 比如说老鱼头啊什么的 政务系统 我推荐一王鸡无力 武力系统 我推荐唐王鸡无形 第568章 最美的音符 夏侯迪和李应青 都对这两个人选哭笑不得 可仔细一想 还真是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了 无论你推举什么官员 都难保到向皇帝一边 而这两位如今回过未来 知道当初是被姬无忧坑害 而丢了真皇位的机会 那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犯贱地去舔姬无忧的定年子 正如那场矫照 姬无形 可是吃了副作用很强的商药 硬生生跑去给姬无忧搅场子 事后多躺了一个月 至今还笑呵呵的 这两人 自己也有一些捧党 也有一定基础 积累 有一批从朝中到地方的党羽 还没来得及被姬无忧清洗 直接可以大规模动用 两人性格上 虽然各自都有问题 也不是草包 毕竟自幼帝王家长大 有把这个系统铺开做好的条件 说不定细节上 还比薛木考虑的更细致 然后呢 他们互相之间也不睦 很难连起手来架空总负责人 而不睦的程度 又因为有了共同敌人 而不至于撕逼坏事 左看右看 简直完美无缺 薛木还没说完 还要引入内部监察体系 这个自然是六扇门出人去管 总而言之 这件事情 还是在你的把控之下 又能把姬无忧对面的 势力统站起来 夏侯敌正正地看着他 你不介意姬无力 曾经与你为敌 还愿意让他重新站在台面 时宜是意 主要矛盾早就转移了 他又不是猪 薛木平静地道 再说了 他看不惯我又如何 只要他愿意团结在你周围 我被他针对针对 又算得了什么 李应青有幸目睹了 一个女人的眼神 是怎样从怨气冲天变成 惊讶敬佩 又变成了柔光绵绵的三段过程 仿佛折射了 薛木和夏侯敌交集的始末 而一旁木剑里心有七七烟 当然在他的角度上 并不是太愿意掺和皇家 那是 被卷进这样的斗争里 石鼠和薛木倒太合了 和姬无忧尿不到一壶 他真正在乎的 只是轨道及火车本身的问题 所直是说 常信侯对车窗有想法 哦 我知 民间多有断烧流离 我灵州烟脂方 都有成规模的人工流离坠事了 贵门难道没有一些提纯进化的方案 断出透明玻璃围窗 李应青愣了愣 苦笑道 本门可不是公益权能 常信侯高估我们了 不过此意有理 我们会去寻找此道高手研究一二 加出公知所 加座位 加餐车较慢 薛木五桌手道 煤酒饮料山泉水有需要的吗 这都没有 也叫火车 李应青满头大汗 满座妹子侧目而视 刚才薛木这句话 语调太奇怪了 算了 这个让新的交通部慢慢研究 你们这些搞科学的 搞不清楚是正常的 薛木问道 倒是另有事要问问你们 沙漠之地 有没有扑轨的可能性 李应青立刻摇头 做得到是做得到 但耗费远超正常扑轨无数倍 且 沙暴袭来 便是损毁 或者被沙尘掩埋 根本没法持久维护 非要做的话 也不是不行 多派人手便是 只是得不偿失了 薛木沉应道 如果一定要构建沙漠交通便利 是否有便通之际 李应青随口道 有啊 什么 我们之前不是有设想过多族战偶吗 起步就是为沙漠量身定制 而且这玩意 我们都已经构建了一台了 之前以为无处使用 本来都想拆了 别拆别拆 薛木大喜道 世上有神机门 真是我之大幸 你要干嘛 下侯狄其道 打算和狂沙门和解 你们之前 举余可不清 沙漠里有我要的东西 浑身是宝的东西 可能李门主 也已经有过少量的初步应用 到时候 我们再研究 李应青亮起来 眼睛 当然 狂沙门和七旋谷 此番仇恨极深 不好化解 冰千荒 想要合作 得先看见他的诚意 薛木悠悠道 我相信狂沙门 也有人在京师等我很久了 夏侯狄叹了口气 薛木 你的脑子里 到底装了多少东西 你不累吗 不累啊 挺好玩的 薛木笑道 整个世界朝着你的想象 一路奔跑的感觉 很美妙不是吗 就像是自己 亲笔谱写了一首好歌 世事的变迁 就像歌词的流淌 而你们的笑页 便是最美的音符 夏侯狄听得有些激动 口中依然笑道 真闻人之言 不是啊 我只是个搞 娱乐的 其实已经背离本职很久了 哎 要听歌吗 我写了新歌 让你家千雪唱给你听吧 本作得去筹办 整个交通体系事宜 可不像某人只动个嘴皮子 薛木的目光落在他的红唇上 低声道 我不想只动嘴皮子 是某人不肯我动别的 碰 茶杯 扣到了薛木脑袋上 夏侯狄怒气冲冲地转身去 李应青摇摇头 跟着告辞 看着薛木脑袋上扣着的小小茶杯 样子滑稽无比 妹子们都忍不住笑 木剑里失笑道 薛木 你的平衡功夫越发好了 这是突破归零的结果吗 其实我还突破了黑胶王体 你们要试试吗 木剑里也挂不住了 另一个茶杯扣到薛木脑袋上 转身就要走 薛木一把拉住 说不类是假的 在夏侯面前撑的面子 你知道我这点出现 最喜欢的 还是抱着你们 悠闲的听歌看舞啊 木剑里转头 看着他脑袋上的两个杯子 又想笑 又被他说得心软软的 扮上才柔声道 好了 我们陪你休息便是 记者站 可是百花院改造 里面娱乐设施 应有尽有 内听之中 薛木躺在木剑里怀里 卓青青正给他喂水果 罗千雪在唱他 星座的 我的一个道姑朋友 业务团队临时配舞 周围的记者站 妹子 情消相合 芳香缭绕 情歌轻柔 这个世上 不管什么强宗雄主 还是一代帝王 都不可能像薛木这样 靠在问剑宗主怀中 让名阳天下的千山木雪团 为他一人歌舞 薛木知道自己 真的没有太大的志向 所思所虑 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为了这样的场景 这样的音符 能永远驻留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在有意无意之间 整个世界 都已经被他扯歪了方向 也许现在最迷茫的人 是七天宗吧 相信不管是谁 也看不见将来的天机 到底怎么走了 连薛木自己 都无法预测 这个世界 会变成一副什么模样 第569章 往事月千年 四日一早 薛木是在 木剑里的怀里醒来的 他居然听着音乐睡着了 妹子们 你眼看我眼 只得悄悄退去 木剑里安静地坐在厅中 抱着他 过了一整夜 睁开眼的时候 直接就对上了 木剑里默默 看他的眼神 明亮且清澈 薛木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翻身而起 你就这样坐着一夜 木剑里微微一笑 无非是打坐而已 见你睡得香 我也开心 顿了一下 脸色微红 本来我以为昨夜要陪你荒唐了 我都和千雪悄悄说好了的 可我觉得 你安静睡着的 样子更好看 这话暴露出了 他哪里是打坐一夜 分明是看着他的面旁看了一夜 薛木握着他的手 低声道 事情繁杂 没能多陪你 木剑里笑着摇摇头 我是个剑客呢 哪有非要人陪的 只要经常能看见你 我就很高兴了 现在宗门稳定 我也不是非要绑死在宗门里的 只要出门不是太久 定期回去处理事物就可以了 以后 还可以常常见你 这话的意思 让薛木颇喜 当初令乌鸦会选择传为木剑里 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原本在他心中 并不希望木剑里 被陷死在宗门里 在江湖上一剑光寒的 才是木剑里 可当他的面 他只能去鼓励去帮助 可不合唱反调 如今听得他可以解脱 心中实在高兴 说来 也是 问剑宗千载名门 自成规制 只要不是像令乌鸦那样 屁事不管 导致上下乱套的话 正常过问管理 并不需要天天待在那儿 不能离开的 不然宗主还修行什么呀 木剑里安稳 管理了半年 宗门走回正轨 如今可以腾出手来 实是理所当然的 木剑里又问 清清姐说 你们在云州围攻了身徒罪 嗯 表面看似行魂俱灭 可银叶说他觉得有些不对 到了身徒罪的修行 总会有些压相抵的手段 恐怕确实没死透 木剑里沉吟道 薛木 你要注意些 以前并没有这种级别的强者 愿意和你玉石俱焚 而现在有了 薛木点点头 以前 不管是得罪皇帝 还是得罪洞虚者 他们都有很多忌惮 不想招致难以承受的后果 故而 都在一个最起码的底线规则里行事 而身徒罪 这种人才不会管你什么后果 一旦他有了重新出手的戾气 那必然会是恐怖袭击 不讲任何规则 木剑里站起身来 替他整了整衣领 柔声道 还记得天际兵源吗 薛木愣了愣 呃 天际兵源千里冰川 还不只是纵面 下方层叠 不知其身 多有一界 内在极为广播 海天阁纵横道铸剑谷 三方联合探索了这半年 始终只探得冰山一角 想要尽亏 或许需要十余年之功 这我自然知道的 忽然说起这个 是你们问剑宗 也要插一手 那地方又不是他们的 本来万载悬兵 就是你我两家打破的 如今形势稳定 宗门长老 已经多次提议了 便是不畏资源 光为了锻炼 弟子们的武道修行 都大有好处 况且冰川底下 有上古异兽出没 已然伤了许多人 这也算是与我们有关 也不能坐视不理 薛木叹了口气 说来说去 原来你是在和我辞行 木剑里摇着他的手 只是向你 汇报一下吗 你若不让我走 我就不走 我只陪你 让他们去辨识了 薛木无奈地揉揉他的脑袋 算了 我可从来不愿束缚于你 还记得我说过吗 木剑里 这样的女人 就该在江湖上中流积水 绽放出最美的光滑 这千里冰川大舞台 岂不就是你盛放之地 何况我有预感 说不定将来 我也得再去冰原一趟 总觉得这里面 还藏了些东西 木剑里奇道 你预感 嗯 薛木低声道 此事 我和别人没提过 问剑宗若去 多加留意 深处 是否有邪煞痕迹 我一直怀疑 若是此物存在 要么在远海之外 要么在大漠之底 要么 就在冰原深处 木剑里身躯轻阵 紧紧握住了剑柄 卓青青正在此时扣门而入 公子 宫中来人 请你入宫 薛木道 太后 不 是皇殿 薛木愣了一下 木剑里立刻道 我陪你去 以前 就连激青园都没召见过薛木 一般情况下 召了他也不会去见 要不然战后 涌出刀斧手 找谁哭去 木剑里第一反应 就是要陪着去 实事理所当然 进宫路上 薛木还在沉吟 姬无忧忽然召见 这事儿有点奇怪 双方撕破脸 到这个程度了 还有什么可见 但要说 靠这个来杀他吧 又实在不太靠谱 姬无忧做事 什么时候 这么明着来过 但偏偏这样 让薛木非常好奇 他也想见见 姬无忧 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管怎样准备 是要做的 寅夜卓青青 直接从内宫侧门而入 先前到了慈宁宫去 随时准备接应 再加上李公公在内 算起来 万无一失了 薛木才带着木剑里 携手入宫 姬无忧的召见 是在御书房 薛木大步到了殿外 便有那位拦路 木宗主请止步 木剑里二话不说的 飞光出鞘 冰冷的剑气 架在那位脖子上 眼似寒霜 那位大汗淋漓 这特么是皇宫御书房 你们这些江湖宗们 到底知不知道 薛木淡淡道 要见面就有点诚意 不然转身就走 大家红艳传书 御书房内传来姬无忧 似乎有点好笑的声音 让长信侯 问剑侯进殿 木剑里收剑回鞘 一言不发地 跟着薛木大步而入 姬无忧坐在御座上看奏折 左右不少那位拱位 暗中隐隐绰绰 还有隐位无数 可想而知 他同样也怕薛木不讲规矩地 让木剑里行刺 薛木在面前立定 姬无忧丢下奏折 两人对视了好一阵子 姬无忧忽然一笑 请坐 薛木便带着木剑里 在侧面坐下 有忧道 长信侯同此力便是 则 薛木叹了口气 你们家老祖宗 留了一些很头疼的事 给你们后人 姬无忧笑笑 长信侯理解就好 不过此事都怪不得先祖 为了早定天下安居 他对八宗强者做些退让 也是实事不得不为之 薛木道 据我所知 太祖可谓镇压一世之强 又为何不成是扫灭乾坤 偏得做出退让 留下千载隐患 因为与贵宗 祖师之战里受了伤 别说镇压天下了 后来也没活几年 姬无忧很平静地解释 一位英雄最烦恼的事 就是当时存在 伯仲之间的敌手 导致处处碍事 可偏偏 若是没有这么一个人 却又嫌寂寞 薛木忽然笑了 陛下有些像在说自己 姬无忧也笑 你可以这么认为 不过朕还没到 觉得寂寞的时候 只还在嫌敌手 太碍事的阶段 薛木悠悠道 其实这种矛盾 可以两全的 哦 可以两全 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一母妈 姬无忧看了看木剑里 忽然放声大笑 很遗憾 当年虽是一公一母 可惜先祖 没有长信侯对付女人的能耐 第570章 姬无忧的交易 说着这话的时候 他虽然看着的是木剑里 可眼神闪烁 大约想到的是其他人 但无论如何 他依然在笑 表面看去 就像当初在 望幽园款待薛木时 没什么区别 或许除了他的亲信之外 外人永远无法在面上 看出他的喜怒 根本看不出来 他的笑容底下 是不是藏着 师父杀兄的毒牙 木剑里 神色清冷地 坐在一旁不说话 精气神高度警觉 以防暴起发难 在一名渐心通明 一往无前的剑客心中 对于纪无忧这样的两面人 是极度反感的 他宁愿见到 彻彻底底坏在面上的人 或许对生徒罪 他都有那么点 对强者的尊重相惜 可对纪无忧的虚伪 却是反感至极 要说薛木也是个运筹者 也有不少面上的虚套 和背地的筹谋 可和纪无忧一比 还真是完全可称一句 光风妓乐 坦荡君子 抚养无愧了 这或许就是薛木和纪无忧 这表面看来挺接近的 两人最大的区别 此时纪无忧忽然道 朕常听人言 长信侯胸襟宽阔 不以丝绸恶大计 往昔 隐一层谋刺于你 后来又参与围攻令解 最终 还是成了长期合作者 此番与云千荒局与甚深 长信侯 也依然愿意化敌为友 达成一定合作 薛木笑笑 势力之间的冲突 总是难免的 没有永恒的敌人 斤斤计较 牙字必报于事无补 求同存异 才是大方向 善灾思严 姬无忧福长道 那长信侯觉得 郑宇 你有多少仇怨 长街刺杀了一回 薛木愣了一愣 石笑道 陛下总算承认 当初那一件 是陛下派遣 姬无忧笑道 都是明白人 何必藏着 正因为陛下藏得太多了 薛木笑容一收 淡淡道 时至今日 我还不敢肯定 陆周瘟疫之事 陛下究竟暗中 推动了多少 谢长生的研究背后 究竟还藏了些什么未知 神机门与六扇门里 多少是陛下的人 无论真在策划什么 那些本与你没什么关系 陆周之事 想拉你下水 那也是老九和 潘寇之策划的 朕冷眼旁观 可一句话都没说过 姬无忧叹了口气 当日忘忧原理 朕与常信猴说的道士 十分诚恳 在很多方面 我们有共通之处 也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朕不知你我的关系 为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感觉便是没有恩怨 在前 阁下 也会与我为敌 你的 胸襟似乎用不在朕身上 因为我不敢 薛木淡淡地 瞥了眼周围的那位 直接道 从先帝中毒那一刻 下毒者 便是我薛木最忌惮的敌人 积无忧咒没道 先想 下毒的 可是你 那明明是你乐见之事 我与先帝是敌人 而陛下与先帝是父子 对其中的区别 真的没数吗 薛木失笑道 一个会对父亲下毒的人 谁都不敢 保证某一天内毒 会不会到我的喉咙里 我没有那么大的心 和这个人玩胸进 原来如此 积无忧靠在寓座上 轻轻敲着桌子 也就是你我永无合作的可能性 气氛似乎忽然紧张 木剑里的手搭上了剑柄 薛木道 因为今日朝一铁路交通事宜 让陛下有了点触动 积无忧交叉着 手撑在桌面上 定定地看了薛木半上 财道 若朕一意要阻止这件事 根本不需要在朝义上 和府国长公主争执 财权不在下侯之手 朕只需要卡住前妻财政投入 他便举步维艰 长信侯可曾考虑过 不靠朝廷财政 薛木也有办法 只是或许会慢些而已 薛木皱眉道 但陛下既然这么说 难道愿意支持此事 积无忧淡淡道 即便你薛木手段通神 能自我解决庞大之初 可若 朕一例要阻止 总能让此事千言岁月 你想要的效果 可没那么容易实现的 随便拖个一两年 可是很容易的事 对不对 薛木必须承认这一点 不管怎么说他 也是皇帝 还没到被架空的程度 积无忧道 所以薛木便是不合作 你我做个交易如何 薛木点点头 陛下不妨说说提案 首先 早年朝廷就设有城防司 以及宫廷禁卫 负责城防与外公安全守卫 但今世千年无战事 这两个职能也被裁撤 以六扇门巡城治安 替代了城防 以太监内卫 取代常规敬卫 有使者都知道 往年皇家权威 与当下不同 如今到处漏封的京师 与皇宫 已经不适应形式变化 这两支力量 必须重新筹力 之前城防司之士 已经和夏侯争执很久 朕还欲另立敬卫 又得和太后相争 还不如趁此 与长信侯先做交流 快刀斩乱麻 薛木沉音片刻 又问 只是首先 还有呢 其次 交通部乃是朝廷心思 无论兴奉是否自足 人事必须纳入朝廷查举 若有收益 也当上解朝廷 若成独立王国 朕宁可一拍两散 满足这两个条件 朕可以支持推动此事 无论朝义定案 还是财政拨款 都不加撤肘 你们打算怎么做 就怎么做 就这么简单 薛木倒是证了一证 这个提案 应该说是应有之意 哪有皇帝可以做事 连官员考核查举和 财权全部独立在外的部门 还蠢兮兮地通过提案 还拨款 人又不是傻子 自己搞这一套时 也没指望过 能达成这一点 这也太夸张了 他忍不住问 陛下这个 应该与长公主商议 他难道还会拒绝这样的要求 机无忧露出一丝苦笑 他 已经不信我的任何提案了 我的每一句话 他都会觉得 是否藏有恶意 薛木漠然 曾经关系最亲密的兄妹 终于走到了这样的境地 他叹了口气 这是 我会和夏侯说的 原则上也是应该的 对应在机无忧的目的上看 陈芳思应该是针对天下舞者而设 敬畏应该是设给官二代的 这种事情 如果反对了 就是 站在所有官员的对立面 刘婉希多半也是抗拒 不能 还不如别在这里僵持 双方都不去撤肘对方的操作就是了 机无忧微微一笑 和长信侯交流 就是痛快 薛木没多少心情 和他搞表面文章 直接起身道 若无他事 薛木先行告辞 机无忧点点头 长信侯可以去见一见母后 红色古怪地带着木剑里告辞而去 走在通向内宫的小镜上 木剑里奇怪地问薛木 他这是在示弱 如果说禁卫提案是正经交换 后面那个关于交通部的人事财政 则确实有了示弱之意 一个很正当的提案 都需要交易来换了 显得可悲又虚弱 不知内情的 还以为机无忧 如今拎不出御书房了吗 可薛木很清楚 机无忧可没这么弱 故意来这么一出 是什么意思 麻痹自己 还是表达 不想和下侯敌闹僵的意思 才常常叹了口气 这货心好大呀 果然他说得对 有一个这样的敌手 真是让人头大 木剑里眨巴着眼睛不解其意 此时御书房内 那位太监也在问机无忧 陛下真不阻止交通部门成立 这事看上去很庞大 会形成很厉害的势力 比咱们的城防司与敬畏都大 机无忧淡淡道 此乃加强朝廷实力之举 又对民生有大力 其余影响不可估量 一旦多鸟 立在千秋 何必阻止 可是 既有财权人视权在手 想拒绝阵的渗透把控 至少翼王和唐王手段还不够 眼下看着是 分走了阵令力新军的意义 可多年之后 这一块又何尝不是为阵作驾